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Addiction 101讲座 陈琳讲座,然后非常感谢Jennifer可以来给我们做这个讲座的嘉宾 Jennifer目前是psychology在读的一个学生 然后她的愿景是希望这个世界,因为它变得可以更好一点点 谢谢Jennifer来 那在Jennifer开始她的讲座之前呢 我先来打个小广告 我们Forest Safer Space是一个registered Canadian non-profit social enterprise 我们是一个加拿大注册的非营利组织 然后目前呢我们是主要focus在human rights advocacy 然后着重的一块是因为我们觉得access to mental health care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所以我们有专门的一个重点放在mental health这一块上面 我们现在有两个网站,一个是英文网站,一个是中文网站 我们的英文网站和中文网站不太,就是它的设计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的英文网站是forseaferspace.org 然后这是我们英文网站的界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给力的tech团队设计出来的 特别小清新温馨的以及非常内容丰富的一个网页 大家如果要找不同类型的咨询师都可以点击这一些 然后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咨询师入住我们的平台 我们这是一个公益的小网页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抽咨询师任何的钱 然后我们就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找到属于他们的 或者是他们需要的咨询师 这是我们的,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些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这边我们也写了我们不charge any advertisement fee 就是一个公益的小黄业 然后我们现在forseaferspace每周二都会有一个service Tuesdays 就是由我专门来带 我们从两点到三点有financial literacy 三点到四点有human rights 五点到六点有legal education 七点到八点有sex education 九点到十点有free counseling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joping hour 可以去帮助大家去连接到各种你们需要的资源 除了这个之外呢 service Tuesday之外呢 我们还有每两周一次的support group 然后还有不定期的各种讲座 我们都会就是在每一周的时候都会上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活动 然后我们的中文的网站 大家就可以点击这边 就直接连接到我们的中文的网站 然后大家再通过这个中文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各种说国语的咨询师 然后说国语的咨询师是分四类 一个是国语 就是所有说国语的咨询师 就是在多伦多或者是在安纳略省 或者是在加拿大 整个加拿大说国语咨询师 然后提供公益价格的咨询师 然后还有接受远程试讯的咨询师 还有专门就是列出来他们的specialty 是对于LGBTQ的咨询师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的 两个网页 一个是英文网页 一个是中网页 欢迎大家 如果有需要的话 欢迎你浏览我们的网页 好 那我也不废话啰嗦 啰嗦一大堆了 我现在要handle the floor to Jennifer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来 Jennifer 我来stop share 我的screen OK 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来讲一讲关于addiction addiction中文来说是可以说上瘾 对 然后addiction其实包括 其实囊括了很多东西 它可能有毒品上瘾 或者是说酒精 其实这个在用英文来说的话 都包括在了drugs里面 所以我们一般谈起addiction 会最多提起的是这两个事物 OK 我忘记我有这一个slide了 但是这个是这个是个safe 所以说呀 如果是想直接把开麦讲话的话 或者是在chat里面的话都可以 然后记得就是be respectful of that please participate OK 所以现在这个现在刚开始一个很大的问题 I guess it's just 啊 就是addiction到底是什么 我就想问问一下 想问问大家现在对他有什么了解 就是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现在可以开始我们当然先了解一下 就是 大家对这个addiction 有什么基础知识 有谁想分享一下吗 在chat里面都可以 没有什么对和错的 就是大家对他的什么印象是什么 是 是 是 那"! 有什么需要丧生事物 就是 某记 这个 对 是 最再 MerUP 是 你 是 有穎 红 you don't know that's fine okay so it's a mental problem that's one thing is there anything else a habit oh very good poin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at the behavior pattern yes yes that's looking like uh就是这个这个角度看addiction的话就是说是一个是一个行为是一个是一个habit habit是是一个行为 um okay 那现在我们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开始的一个地方是dsm-5 dsm-5是 就是美国心理协会就是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diagnostic menu diagnostic manu 就是一个官方的说法可以这么理解他就是他给的定义是这是一个 okay i'm just going to read this in english and trying to explain it again it's a reoccurring substance use or other initially other initially pleasurable behavior which causes clinically or functionally significant impairment is marked by a substantial loss of self-control as indicated by compulsive drug taking despite a desire to stop so 我觉得这里比较重要的几个点的话就是说这是一个 reoccurring的 substance use 它必须要有 a significant impairment clinically or functionally 所以这个就这个就跟catherine讲的这个habit和behavior是很像的 我们对他的定义其实就是以behavior以人的行为来定义他的 嗯 其他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的话就是说compulsive drug taking compul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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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知道中文是什么吗 就是必失的必要的 没有人知道吗 没有人知道吗 还是大家都知道compulsive是什么我就不用解释了 冲动性的OK 冲动性的不会是impulsive吗 OK我们来百度一下 compulsive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其实要要明白compulsive这个点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是 它是 定义它为一个 心理疾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强迫性的 强迫性的 对 太棒了太棒了 不用摆脱 不用google 嗯 对 嗯 对 所以它是一个强迫性 它不 它是一个 可以是说 可以称它为说 以这个定义来看 可以称它为说一个不被自己控制的一个行为 好 那我刚才也说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的地方 这并不代表我们要停止在 对不起 我的狗在叫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的地方 但并不代表我们要停止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呢 所以下一个 下边这边下 没搞了 这边我们就来谈一谈一个另外一个看法 我的天哪 对不起 嗯 另外一个看法就是 Mark Lewis 是一个心理学家 是他是specialized in addiction 他说 drugs do not cause addiction drugs囊括包括毒品酒精 以及这一类化学物质 并不是上瘾这个东西的 对不起 并不是上瘾这个东西的原因 那那很多人这个其实是 这个是其实有一点counterintuitive 因为大家都觉得是我们是吸毒了或者是 呃我们是涉入了这些物品 我们才上瘾的 那这个的话 有一个数据 他表明只有10%的drug users 才是addicts 所以其实90%的 呃 毒品使用者 都没有上瘾 而这个数据是从united nation united nation united nation office on drug control 所以是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数据 那就代表其实我们其实看到 呃 化学物品实际是一个很表面的一个理解 然后另外一个另外一个facts是呢 其实 most addicts 他们会自主的停止 呃 有没有treatment的话 他们都会自主的停止 那其实那这个这个就跟上一个定义 有也也有一点冲突了 就是说 那么那既然他们是一个一个 一个compulsive的一个东西 那他会自己停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呃 这个我们肯定是会回来再去看这几个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个presentation 大家都可以keep this in mind okay so 嗯 现在就我们就先谈一谈生物 生物理的生物对这个drugs的一个了解吧 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是理解它为一个心理疾病 或者是一个生物 比较物质物理上的一个疾病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那他就是说 drugs 呃这些这些化学物品 就是能上领的这些化学物品 其实都是 呃都是会 cause increasing dopamine dopamine呢就是 他会他会 他会 激发吗 嗯 他会 嗯 他会让我们大脑的这个叫dopamine dopamine是什么呢 dopamine是一个chemical messenger chemical messenger就是我们大脑的 呃 neurons应该可以叫脑细胞吧 就是互相对话的一个一个像像一个送信人一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但呃 所以他这个东西dopamine 而且他他是他主要的管理的部分是reward和 pleasure reward和 pleasure 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是吧 明白吗 明白吗 ok no yes 就是reward呢就是一个像奖励的一个 是一个是翻译官应该叫奖励吧 然后pleasure是呃快感应该叫 然后其实这两个东西是对于我们每天的每天起床 我们都需要这个motivation motivation也是dopamine的一个呃掌管的一个领域叫 motivation是motivation是什么大家 冲冲动 起动 不是 冲动好像有点不太像 不太对啊 起动有点像 嗯 嗯 就是 启发 启发有点像哲学了 动力 呃 我觉得起动起动比较像动力对动力动力就是动力 他们是他们是促使我们每天起床我们都需要这个东西 而而这些这些化学化学物质他们做的是什么 他们就是 他们把它超出了我们正常可以摄入的这个呃 感到的这个这个reward或者pleasure或者动力或者这些东西 他们把它超出了这个范围 然后所以这这就是他们就是大家喜欢他们的地方所在 那我还要再多讲一点我觉得他多讲一点这个关于大脑的结构 因为其实呃他他控制的他能影响到的大脑的部分其实是非常多的 他其中你看这边他们这个是这个蓝色的线其实就是dopamine的这个 呃circuit pathway 嗯 对 就他们他们开始是在在midbrain叫ventral thick mental area 然后他们会延伸到去影响这个frontal cortex frontal cortex是是管理executive function executive function呢包括了呃judgment judgment就是判断力 decision making就是做决定的能力 呃还有包括其他其他的一些事情或者或者他们这边也影响到了这个这个部分叫striatum 或者是叫nucleus accumbens这个部分是影响到的是我们对事物的呃 反应就是情感上对事物产生的反应是靠这个部分呃呃呃大家能看到我的这个cr primera吗 呃呃呃 ìú可以 课呃呃呃真的应响到我们对情感的这个部位是代表是我们对我们情感上对事情的反应对 那这就是差不多应该是大概的一个 background吧 对于这个biology 我也不想说太多 因为其实说太多挺无聊的 然后下面就是 就是说三个 stages 三个阶段吧 对这个上瘾的事情 那第一个阶段叫 binge and intoxication 这个阶段其实就是说 你不停的摄入 很多这个东西 因为他刚才也说了 他相对于 我们平时能够得到了 那个dopamine的数量 其实高出了很多 于是呢在我们不停的摄入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去 我们去寻找这个物品 然后呢我们去摄入 然后我们其实是相当于像 我们是被奖励的 我们寻找的这个行为受到了奖励 这就形成了刚才说的habit 就是positive learning 你做一件事情 你得到奖励 你会继续做这件事情 你会不停的不停的做这件事情 然后呢在你不停的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 你的这个行为会变得越来的越 可以说叫自动化吧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正常生活中可以像 就是说 就是如果你是运动员 或者是或者说你台门乐器 你会知道 有一个东西叫muscle memory 就是说 你不停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件事情你越来越就不用想 它越来越变得 就变得 刚才说compulsive 这件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变得compulsive 变得自动化 变得是变成像我们 这个我们就是 instinctive的一部分 它的话 那这个改变其实是在 刚才在大脑的部位 它也是有改变的 就是刚才说的 其实刚才说了 我们它受到奥特泵面影响的部分 刚才叫striatum 或者叫nucleus accumbens 但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受到的大脑部分 其实变到了改变 它现在的话 它是 它是有另一个地方叫dorsal striatum 开始的 所以其实刚才这就是一个 生理上这个事情也有一件改变 那这个其实变得自动化 到达了这个状态 或者是这个过程 叫pavlovian learning pavlovstock 其实大家都应该 可能有听过 就是说 那名科 那名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 那个实验 就是说 一个狗狗 给它食物的时候 钉一个铃 然后后来在不停的 每次给食物都钉一个铃的时候 这个狗狗的话 听到这个铃声 它就开始 分泌唾液了 那这个其实 人也有一个相似的 这个是 所以人也有相似的 呃 一个一个行 一个一个 process 在这个 这个对上瘾也有 这上瘾对也有很很大的一个影响 叫sensitization to cues 我们对于我们 呃 呃 我们做做这个 我们受到了reward之后 他他通常 他那个 那个cue中文是什么 嗯 嗯 呃 就是说信号吧 就是一个特定的事物 或者是信号 他通常和和这些化学物质 一起摄入的时候的话 你会对那个信号 产生 嗯 你的大脑会在 你看到那个信号的时候 大脑里面的dopamine 就会增加 那这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craving 就是craving 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中文是什么 但是craving就是说 craving就是一个 就是很难戒掉的一个原因 因为这个craving其实他不会减少 你的大脑习惯了之后 他其实你可能几年后 你看到这个还会产生同样的craving 哦 OK Catherine在chat里面 也有很棒的答案 嗯 那这个可能一些可能 一些生活中的生活中的感觉 就是说你听到一首歌 一首老歌 你会产生那种 哦 就是你会产生相应的情感 就是说你看到小时候听到的一首歌 长大时候再听到就觉得 啊 有点想家了 那种感觉 对 这个这个跟那个 这个跟addiction其实很像 嗯 其实 呃 对于 作为一个addict来说的话 他如果看到了 或者是一个酗酒 这个酒精成瘾的人来说的话 对的 网上冲浪就是这个机制 就是大家 但这个cue太多了 你身边都是这些信号 这个这个 这个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 这个 但就是说对于上影来说的话 就是说 你如果 这 啊 天呐 对 网上冲浪太多了 就是你身边都是 可能 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在我的房间里面的时候 我就会想上youtube 这就是那个 我我心 我脑子里面的那个cue 我在我房间的时候 我就会比较 比较容易distracted 其实这个也是这个道理 然后 对于上影的来说的话 可能就看这个 这个图片 就是说这个 啊 Liquorice Story的这个标牌 他就会有这种感觉 对 就是这样的 然后下一个 就像我们讲到 self control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很多人 呃 不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self control 其实是 我们去越去做 我们越去 exercise self control 它其实越来越少 就是自制力 你去 你 你 自制力是会 由 由你用它而变少的 那这件事情 是有一个experiment 就是怎么 怎么 呃 an experiment showcases so就是 cookie versus radishes 就是 他会有 他让 呃 两组成年人进来 一组的话 他说 他说你可以吃你面前的 巧克力饼干 另一组的话 他不让你吃你面前的 巧克力饼干 他你只能肯 肯一肯萝卜 然后呢 在在 一段时间过后 在一段 这个 在在那一组 没有能吃到 巧克力饼干的人来说 他们去做一些 呃 cognitive task 就是什么呃 就比如说去做一些呃 cognitive task 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就是可能脑 可能像像脑力小断链一样的之类 或者是脑筋转弯之类的 他们做的 会比呃 内组能吃到巧克力饼干的人 做的更差 就说明其实我们的自制力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 它是会越来越少的 而且但特别是在 而且在上瘾的时候呢 这这就是说 just say no to drugs 这个是 it doesn't work 就是那那这些上瘾者 需要每秒 呃 每秒每天 每周 每年 都去exercise 他们的自制力 那这件事情 就就是说 呃 again just say no doesn't work 那另一个事情 那另一个就是cognitive process 也是跟上瘾有关的话 就是说 我们对于现在的revoir 现在的奖励和呃 未来的奖励 我们会偏向现在的奖励 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很 这个experiment其实也比较有名 其实你们可能听说过 叫marshmallow experiment 就是呃 他给 他让一群孩子进来 他告诉这个孩子 我现在会在你面前放一个棉花糖 但是呢 如果你不吃它 如果你就等几分钟的话 我会回来 我会给你两个棉花糖 那这些 那这些孩子呢 很痛苦 就是那些视频上 而且他们也很可爱 就是他们在 会在椅子上扭来扭次 会去摸这个棉花糖 会去清这个棉花糖 然后很多孩子整不住 就吃掉了这个棉花糖 那其实说 如果我们光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我们当然会觉得 他们应该是可以等 等一会儿 然后拿到两个棉花糖 就是就觉得 是两个棉花糖 肯定是比一个棉花糖好 但在这个 在这两个棉花糖 当他们放到未来的时候 他们比不过现在 当下的一个棉花糖 那这个事情 其实也是可能有些人 为什么 呃 diet不能成功啊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现在我想吃到这个东西 那以后的健康呢 就再说了 或者是说 可能现在climate change 为什么是一个 这么难解决的问题 大家不喜欢现在的 现在要多浇那么一点点税 来表保护未来 我们可能 呃 对于我们的后代 有一个更好的世界来说 可能现在的税 觉得更加的 更加的庞大 因为他们在我们面前 嗯 对 所以这个差不多就是 这个 刚才 现在在delayed discounting by the way ok 那现在第二个阶段的 叫withdrawal and negative effects 所以 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他呃 当 这个 这些 这些化学物质 我们摄入的 这些能上瘾的化学物质 他们通常的 dopamine 是超过了我们正常 就是需要 或者是正常大脑 会产生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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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threshold 嗯 然后呢 大脑呢 大脑不喜欢这个情况 大脑希望 大家都可以 就是 大家 大脑希望能达到balance 所以 这个我们的reward system 我们的大脑 开始变得 越来越 越对这个 不敏感 我们对 dopamine 不敏感 对于这个messenger 越来越 嗯 不太敏感 感觉不到它 而且这不 不 这不只是对于 呃 我们摄入的这些物质 而且是对任何事情 我们平常生活中 能感觉到 快感的事情 可能是跟 朋友在一起啊 或者是 呃 或者是就是 食品啊 我们的大脑 对这些事情 都不敏感了 而且 它还会 产生一个 什么东西叫 anti reward system 所以在我们 不摄入这些物质的时候 我们 我们的 stress 嗯 我们对 stress的 reactivity stress reactivity 是 嗯 我们抗压 我们的抗压能力 和我们的负面情绪 都会 都会增加 所以这个东西叫 negative reinforcement 所以很多人 在 会继续摄入 这些物质的时候 并不是因为 他们能感觉到快感 而是因为 他们不想感觉到 他们在 不摄入的时候 而感觉到的 这些 呃 不好的情绪 所以这 这不是 positive reinforcement 这是negative reinforcement 当我们不做一件事情 我们会感觉到 呃 嗯 不好的 呃 情绪和 压力之类的 呃 呃 一件 一件挺有趣的事情是一个study 呃表明他们 我这个revoid system 当我们在 当我们面对社会压力的时候 他也会变得不敏感 所以 呃 很多人上 呃 对这些上瘾的人来说 他们 他们 他们会摄入这个 摄入这个 呃 这个物质来 counter 呃 anxiety 或者distress 但是 他们 但是这些 他们摄入这个 他们的addiction 自己 itself 就会产生一些 social 的社会性的 呃 可能是压力 或者是shame 或者是stigma 或者更 更大一点 所以可能是警察 会来想要抓他们 会对于他们会产生压力 那为了逃避这些压力 他们会继续摄入这些物质 那摄入这个物质 还会继续产生这些压力 那这些压力继续让他们摄入物质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 非常 vicious的一个cycle 这是一个 一个循环 它达到了一个闭环 那第三部分叫preoccupation 和anticipation preoccupation和anticipation 其实就是 就是刚才也讲到 changes in the prefrontal cortex 就是那个 这就是那个 那个部位是 是要自制力 decision making 行为 去做这个行为 去做这个行 做决定 还有 follow through这个决定 或者是assignment of value 就是 对给事情 他们的价值 可能是 可能这个价值指的是 可能report吧 这个是价值 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 我能达到多少report 或者我觉得我能达到多少report 那这些东西有damage 那这些东西 那这个部位被damage 所以executive function 他们的自制力 他们的做决定的能力 其实是 是在长期的上影之后 他们是会受到影响 那还有个地方会受到影响 就是说 emotional response 就是刚开始也提到了 就是对事情的一个情感的一个 对对事情 情感上的反应 对 所以这个呢 导致了他们没有办法 其实从 这个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 他们没有办法 去 控制自己 或者是 或者是 嗯 如果他们做了决定 他们不想 继续做 但其实是他们 他们做不到 他们没有办法 follow through follow through 就是 嗯 follow through 大家follow through 有什么好的中文 中文 中文词吗 就是 坚持下去 对 坚持下去 他们 他们没有办法 坚持下去 ok 下面是 那既然我们说到 刚才说 从刚才 刚才从生物的角度来说 他们没有办法做这些决定 那既然他们没有办法做这些决定 那我们刚开始也提到了 所以我刚才说 大家这个 keep this in mind 那其实most addicts 其实大多数 上映者 他们会自主的 呃 放弃 虽然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但是他们会自己放弃 那这就跟 其实那就 其实这就跟 科学有点产生冲突了 他们为什么会自己放弃呢 那就就就就就想问问大家 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 social issues 就是说其实他们的social issues 就是逼迫他们走出了stereotyping 哦 所以你还是在说他们support 你认识 嗯就是social issues stereotyping跟support 其实产生冲突了 有没有 你是怎么看的呢 对于这件事情 因为social issues stereotyping 其实是一个 是那个negative pressure 是负面的压力 但social support 就是正面的压力 正面的就是支持 还是你想表达说 一个 两个在一起 可能会产生一些 另外的结果 你怎么看的 毒品成瘾性不强 所以是 所以是 他没有 OK 他没有social support that make sense OK 毒品成瘾性 其实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有点奇怪 因为其实每个毒品的成瘾性 是不一样的 这是可以大家能同意的一件事情 但这个毒品的成瘾性 到底在对于上瘾这件事情 有多少部分 这件事情其实可以 可以 是是有一些争议的 现在是 他们没有足够的social support 那所以 所以我想 现在先回到这一点来说 social support stereotyping 这一点 所以说因为他们没有 你是觉得他们没有足够的social support 所以他们自主的 就 就 就 quit了吗 当然我也不是说所有的addicts都是自主quit 哦 被迫被quit了 OK 那 那这个我想问一下 你是 因为我知道 你被迫 你可以elaborate一点吗 什么叫被迫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社会压力吗 所以他们就自主的不做了 听得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 听得到 哦 呃 只是我的一些看法 因为 就是说 呃 你摆脱addiction 不管是subsidance 还是drug 它会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它不仅需要家人的support 然后 呃 social support 是很大的一方面 然后在social support里面 呃 因为大家对addiction就有一定的偏见 所以 嗯 他们我觉得 就不是一个很encouraging 很support的一个environment 所以 对他们那些前因者来说 他们可能就会 更容易放弃 不管是因为 自己自暴自弃 还是说 嗯 就是种种原因吧 所以他们 不是说哦 我选择 我 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有选择 他们不会选择自己会 addict to anything they are right so 所以 换个层面上面来讲 他们 他们也是 他们其实有一个寻求帮助的一个冲动 但是很多时候 就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嗯 最后就很draining的一个过程 他们 最后 我觉得其实就是 没办法 他们就觉得 他们 过不了这个 然后我觉得social support 是中间很大的一块道 就是 击块 就是击垮他们的一块 然后 然后 特别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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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他们没有办法 就最后被逼的 就放弃了 然后就 吸引下去 我是这么看 嗯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no it absolutely did 嗯 就是 i want to make sure 就是我们是 呃 所以我们是讲 most addicts 就是他们会自主放弃他们的毒品 我们是在讲这一点 对吧 因为我刚刚有点 convictus ok 就像confirmed在这个事 是吧 哦 嗯 所以 就是说 你所说的 你所说的自主是 他们自己 后来 其实这个 所谓的自主 你想说的是 他们 they are willing to do this make this decision 他们 还是说 他们 no just like they end up not being addicts later in their lives 嗯 我觉得他们 最终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 autonomous decision 其实是因为他们 没有很多 power 因为如果他们被 empowered in their life 他们其实 会做一个不一样的 de decision but that's hard to justify right I mean 只是我的看法 哦 like I think it's absolutely right I mean like and you mean like they it's like what do you mean the other decision 就是 就是另一个 decision 你讲的是什么 我就是我不太能理解 这就是这么一小小的 就是是这样的 就是说 不管patient what kind of decision they're making it is their autonomous decision 就是说他们 不管他们做的 什么样的决定 其实都是一个自主的决定 只不过问题就是在于 为什么有的人 他自主的 会去决定 非常determined 我就会要摆脱这个东西 或者有的人 就是说 我要摆脱 I would try 然后fail 然后try again fail 然后最终说 I would never try again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 我刚说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其实这些决定都是他们的一个 autonomous decision 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 我并不是 其实我跟你说的两个东西 并不是相对立的 是 我觉得更多的是 complimen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理解的是他们最终 it's their choice 他们决定放弃 这其实也是他们一个自主的决定 就是放弃 放弃 就是 they keep being an addict 对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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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 对 所以 哪怕就说他们最后就决定 放弃不要gopher的这些program 他们就决定 I was 我就当一个addicted I'm fine with it 这其实也是一个他们自己的 autonomous decision 然后我说的是 他们被迫的 是因为 其实如果他们真正有 if they're in power if they他们有 有那个力量的话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不会做这样子的一个 if they're well informed 或者说他们有更多的资源 有更多的support 他们的autonomous decision 可能会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方向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可能他们就会决定 我很坚定 我会摆脱这个东西 然后并且一直做到我真正摆脱它 我明白你在说什么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刚开始有一点miscommunication 我觉得我可能我说的比较没有比较仔细吧 可能因为我说的其实 most addicts quit 其实我的我想表达的意思 其实说我们从数据来看 其实大多数的上赢者 其实最后都自主摆脱了这件事情 摆脱了他们的毒品 OK 不好意思 我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吧 觉得可能这个quit这个字 可能可能过于广泛了 所以对不起 这个造成一些误解 OK 但是我觉得他刚才是其实说到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其实很多人不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关于social support的重要性 这个也是马上会要说的 然后呢 就关于毒品的成瘾性我还是想回到这一点 其实毒品的成瘾性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争议性的 但这不同的不同的研究也带了一些稍微不同的一些结果 那如果说我们如果说他们是因为毒品的成瘾性不强的话 而他们自主放弃 那 那这件事情会不会觉得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呢 那这件事 但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刚才这位也说到了 其实很多人 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艰难 虽然我说了其实很多人 很多成瘾者最后会摆脱 他们会摆脱自己的 那个毒品 但是呢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那对 所以那其实如果也要说到成瘾性的话 那要说人为什么会上瘾 那要说人为什么会上瘾的话 嗯 那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因为因为这个上瘾本身是一个是一个非常complex 是一个非常complex的复杂的一个一个一个问题 那他的解决方案也是非常 而他的他的他的原因其实也是到现在还是有一定争议性的 那对 OK 刚才discussion非常好 非常感谢刚才那个 呃我不知道怎么叫你的名字 但是非常感谢刚才那位的发言 谢谢你 嗯 那现在我们 再多讲一点关于这个大脑吧 那今天这个应该是最后一部分了 因为呃 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prefrontal cortex是executive function executive function就是做决定 做决定和和机制力 那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从脑大脑的大家能看到我的鼠标不是cursive 对刚刚说能看到对不起嗯 就是说大脑的其实这一部分就是prefrontal cortex但是我们从脑脑大脑的brain scans看到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在你呃在你在一段时间的上瘾之后这个地方的呃 density density density是厚度吧应该叫他才是其实在变他会变少 他是一个就是一个变少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呃 呃就是这个过程是一个decrease of gray matter就是大脑的gray matter gray matter是什么呢 gray matter是synapses呢 synapses是什么呢 synapses就是脑细胞之类的之间的connection connection就是连接处 就是脑细胞要想跟对付就要要要想对话的话那肯定要有连接处那在这个地方的话他的连接处才变少 那所以就是说这狗这还是还是说我们从一个从一个生物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个地方还是在还是在有一些变化的 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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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process另一个名字呢也可以叫synaptic pruning 那synaptic pruning其实不只是上瘾它其实在一个在大脑的成长阶段大脑一直在在在在去呃 去呃 eliminate呃 呃 eliminate 呃 呃 呃 其实如果你是从一个从呃成长学的就是不是这个你看一个孩子的大脑其实才从零岁到二十岁的话 他是在不断变少在大脑的这些这个这个事情是在不断的发生的就是这就是这其实成长并不是大脑在大脑脑这种这些这些connection变多 其实成长是一个变少一个过程那他他他变少的话他就可以呃可以有更更有效率的做一些呃那些那些那些经常做的事情 那其实大脑的一生都会在变化的所以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你嗯不不去用这些物质一段时间物质这些物品的一段时间后他其实大脑还是有在回回升的他虽然不会在大脑不会他大脑不会就是go backwards大脑不会后退他不会重新在同样的地方生长出来那些那些连接处但是他在非常相同的地方 他其实有一个回有一个看到这个channel这个图这个线他是一个上升的一个阶段 那既然嗯那既然说到呃这个addiction addiction的话刚才呃也说了关于成瘾性了那就是那既然说那另一个这个这个这个study的话是关于internet addiction internet刚才也说到了嗯 嗯其实说我们在相同的地方这个那那那那这个地方那相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的话那在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把一些化学物质放入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还是会因为上瘾 他而产生这些而产生这些呃 abnormalities那所以就也就是回到刚开始我们说drugs do not cause addiction毒品其实不是上瘾的原因嗯他他他他他其实呃不是所有上瘾的原因他他当然是当然我们不可以否认他们的这个毒品是有成瘾性的而且有些毒品的成瘾性它还是有些不同的 嗯所以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刚才一直也在重复他在他他他的function是嗯自制力呃做决定的能力呃之类 所以说到different types of addiction 就是addiction其实并不只是那个或者你是大麻或者是cocaine或者是alcohol呃呃现在的这个比较官方的dsmdsm5的呃呃他他只identify了他他里面只包括 或者substance use disorderalcohol use disorder和internet gaming addiction但是其他的一些呃心理学家都identify其他的就像gambling addiction就是赌博sex addiction的那个信赢者呃 呃exercise addiction binge eating binge anything 现在这些都没有包括在dsm5但那只是因为就是心理学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门科学他还有很多事情这个这个这个所谓的官方说法还有一些不足嗯就是可以意识到这些 哦赌博我看到这个情理也有说是吧对你你被看到了哈哈就是我们差不多也讲了一段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就是我觉得我讲了很多东西 呃呃呃呃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嗯我就赌博的啊对对对嗯但是我问的这个问题和赌博其实没什么关系因为刚才那句成瘾性不强是我说的嗯嗯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给出一个数据说呃美国的药物管理局 他说90%的人都可以自行戒断他们的毒瘾但我说可能不是很准确啊这中文的表述不是很准确嗯我想请问那90%的人他们所使用的毒品类别是什么嗯这个我想说一下其实刚才跟你说的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嗯因为他说的是90%的人都没有上瘾对这90%人没有上瘾的人他们所使用的毒品类别是什么哦这个类别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就是从我的看法来看啊这个其实跟类别没有太大的关系 如果我们要看的话成瘾性的话是这样子因为我认为这是我的想法如果说这90%的人嗯就是绝对他们使用的是像大麻这样子一种本来成瘾性就不是很强的毒品嗯那这种情况下的话至少毒品的成瘾性可以成为他们自主离开毒品的原因之一嗯嗯如果说像是不管是大麻还是海洛因冰毒或者说随便什么样子的一些其他的毒品的话 每一种毒品类别都有不论你使用什么毒品每一种毒品类别都有差不多90%的人会自主离开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他们跟那个毒品本身的成瘾性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这90%绝大多数使用的是同一种就本身成瘾性都不是很强的毒品的话那么成瘾性至少是原因之一吧对嗯其实成瘾性确实是这个原因之一但是 可能这个我我我因为我因为我自己不知道他具体的他做的这个调查的那些细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消息是因为你可能知道有个东西叫nicotine patches你不知道你明不明文你有没有知道过你了解过这件事情不好意思如果说英文的话我是肯定不知道的对不起就是关于香烟的一件事情nicotine就是香烟里面的化学成分尼古丁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说他他是一个就是说他是 是怎么说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这是为戒烟而准备的一个东西啊他是说你可以贴一个小片在上面小小片在身上应该是然后呢他可以给他可以给你提供你古丁但你不用撕烟就是你不用你你的你的肺啊什么的都可以很健康就都不可以不被影响那这件事情推出来的时候那大家都觉得哇那那这个事情肯定能就是解决烟影了是不是因为就是大家都想觉得 沉饮性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吗而且香烟的沉饮性其实可以说是很高很高的就是大家感觉不到就是说其实香烟和酒的烟和酒其实是我之后在这个presentation里面会提到烟和酒其实是最最容易上瘾而且上瘾是最难戒掉的两个东西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这个我刚刚不是也说的就是most addicts他们会自主的去摆脱这些毒品烟和酒是需要的时间是最长的那那这个东西推出来的时候 我刚刚说的尼古丁这个patches就是可以贴贴片推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那肯定可以解决了吧那这个东西推出来的时候有百分之好像是我的数据是在手边我看一下他好像是百分之十七吧呃十七的人他会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是对百分之十七的人停止了吸烟那百分之十七的问题是解决掉的但是还有百分之八十三没有被解决那其实那就是说 嗯有百分之八十三的问题跟这个沉饮性没有关系 但这个沉饮性确实但那百分之十七又是肯定是有关系的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对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啊 哦我想这确实是有一点帮助但是还是得回到那个百分之九十的这个毒品问题因为我相信为什么百分之九百分之九十的人他们可以自主的放弃毒品这个原因肯定是很混杂的 但是呢还是得回到那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知道绝大多数在美国说是使用毒品的人其实他们绝大多数使用的其实就是大麻 嗯哼对其实大麻是很大一部分对大麻的沉饮性其实并不强低于香烟也低于酒精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绝大多数的人他最后放弃毒品或者说可能数据表述不是很精确只要就是说放弃大麻那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大麻的沉饮性不强导致的 但drugs其实用英语来说drugs是包括酒精和毒的酒精和香烟的 啊对不起啊我应该给你养文嚼字但是没关系没关系这是对的这是对的确实是应该养文嚼字因为我就不知道他当时这说这句话的那个美国药监局的他那个统计数据这当初放弃使用药物的那些人他们到底放弃使用的是哪一种药物他们这每一种药物他的分配比例是多少 因为要搞清楚这个我觉得搞清楚这个定义比较有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还是说因为这个这个也不是美国总统就是那个英文的英文的数据所以如果你想继续了解的话这个你完全可以到英文的office去英文office上找control你可以到这个source去查一下 嗯好谢谢谢谢我现在也没办法给你准确的答案没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嗯当然也是因为我比较懒嘛因为看到英文我就用这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嗯嗯嗯OK我们刚刚讲到哪 嗯刚刚是讲完了这个slide对嗯然后现在 现在下一个就是rapper现在我们就开始讲一些可能是社会问题了那刚开始呃美国怎么是怎么确定美国propaganda 美国政府怎么让大家觉得这个毒品呢是怎么convince大家关于这个毒品的有快程度呢他们有一系列的呃小白鼠的实验那这些小白鼠放到一个笼子里面他们给他那个两个选择一个是呃一个是一个是水一个是加了应该是如果我记忆是对的话应该是加了cocaine cocaine呃如果中文有人知道中文是什么可以在群里分享一下但是我不知道那加了cocaine的水是一个比较是是一个比较严性比较强的一个毒品 对对ximắc这个小白鼠他选择的去喝那个去去喝那个加油cocaine的水那他会一直嗯嗯 那应该就是他嗯嗯那他去喝去喝去喝这个水他们会一直去喝这个水直到他们死掉 他会因为overdose死掉OKoverdose如果有人知道中文是什么也可以分享一下因为overdose就是对 就是他们会一直去喝这个水知道他们死掉 对过量 毒品过量他们死掉 那这个其实的他这个发的message 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吸了毒品 你就会一直吸这个东西 你知道他你死掉 那这个事情呢 其实有一个心理学家叫Bruce Alexander 他觉得这个事情 他发现一些问题 那个这个他觉得这个小白鼠都是 他们他们都独自在这个笼子里面 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他们除了去吸这个大麻 他们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可以做 于是呢他设计了一个研究叫Rad Park 他给这些老鼠建了一座天堂 他给他们做给他们玩具 给他们很好的食物 给他放在他甚至把他们的那个墙壁 都涂上了森林的颜色 让他们给他其他的小白鼠让他们一起玩 然后他发现这些在那些在在笼子里 独自呆在笼子里的小白鼠 呃好像是一天用了25mg of morphine 那morphine又有点不一样 刚刚卡卡因但morphine的话 其实是跟heroin heroin ok对不起 helloin吧应该叫 对人的呃人的影响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就是说他们给他的morphine 就是isolation他们这独自在笼子里的弄了 这 设入了25mg 在park里面的他们也设入但他们设入了5g 他们设入5mg 所以而且在这些公寓这些在这个在这座老鼠天堂里面的老鼠 他们并没有上瘾 他们也并没有过量死亡 他们他们活着好好的 他们他们可以互相去做一些社会交流啊或者是类的 另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当他们把这些已经吸入过已经上瘾的 刚刚那些在笼子里面已经上瘾的小白鼠 当他们把它放在这个公园的时候 他们会呃 这些小白鼠 他们不在呃 他们是有一个阶段反应的 但他们会呃 撑过这个阶段的反应 而不再就是compulsively drink 就是drink那个morphine 他们他们不再上瘾了 那这那这这个有 那这个实验其实有很强的implication 他们就是说那些在笼子里面的小白鼠 他们没有生活 他们没有社交 他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 于是呢 他们他们上瘾而导致死亡 那当他们在一个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的话 他们选择了更更好的alternative 他们选择了 他们选择了呃去这个社交去做活动 他们呃好多人好多老鼠生出的小白鼠 就是小小白鼠 然后那这就是说其实isolation就是孤独 是关于上瘾的一个是一部分 当然小白鼠跟人还是有不一样的 人有小白鼠永远都不可能有的一些quality 但是呢就是像brose allen 自己所说一样的 we simply cannot understand addiction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environment that the person is in 我们在了解这个人的环境之前 不能了解就是了解上瘾 就是我们不能就是环境是上瘾的一部分 绝对的 那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还是想问问大家 你们觉得可能我们生活中这些看不到的 我们的笼子在哪里 我们的小白鼠的小白鼠 在自己的笼子里的小白鼠选择了上瘾 那我可能我们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笼子 可能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可能是 社会阶层太对了 太棒了 社会阶层绝对是 社会阶层当会也会绝对会会聊到 还有什么别的吗 我们怎么可能只有社会阶层的 文化偏见OK 对都是当今社会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可能更私人的一些呢 可能就比如说 就是我们待会会聊到的可能是 trauma 或者 就是trauma是什么呢 创伤 或者是你可能会 你可能因为创伤你可能会自己给自己建一座笼子 这件事情 是悲伤的一件事情 还有什么别的看法吗 哦 新冠疫情也算 但新冠疫情其实 新冠疫情绝对是算的 但其实是一个我们可能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情况 所以对 OK 那我们就现在大家开始讲下面的 那下面的就是这 就是可能是笼子之一叫 这个东西叫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嗯 这个东西中文应该 其实就是跟创伤其实是有关的 就是不好的童年经历 那其实这个东西被 这个东西被研究过 它就是你看有一个很fancy的名字 它叫ACE ACE包括了10个种类 包括10个种类其名 里面包括家暴 父母离婚 父母死亡 physical sexual abuse physical sexual abuse 就是可能是性侵 或者是在家里的 或者家庭成员有的 成瘾 是有的那个烟瘾 或者是 酗酒之类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 哦 我们可以从数据可以看到 他们这些这些早年的经历 其实对于之后的成 成瘾是是是有 有contribute 有 是一个是一个因素 他这个说到百分之 呃不是不是不是 百分之三二分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的 injection drug use 就是说 就是 就是 争管 推入 injection drug use 就是 就是那种使用争管的 毒语 就是毒评使用 是因为 童年的 是因为童年经历 而且 每一个 ACE的话 就是 每一个ACE的增加 他对于成瘾的 对于成瘾这件事情的 呃 risk 是 可能性 就是 可能性 就增加了两到三倍 对 那现在讲到创伤的话 其实创伤可以是 呃 坏的事情 在他们不应该不应该发生的 坏事 坏的那些事情 负面的事情 发生了 或者是应该发生的那些好的事情 他们没有发生 这也是一种创伤 这就是 所以在创伤 经常会 呃 有创伤的人 他会有一 对于对于自己 或者是社会的一个 嗯 断层吧 就是 disconnect 就是 可能他跟自己 他跟自己的情绪 或者是跟自己的 呃 自己 其实有 他有 把自己 从自己隔开了 这件事情 那从一个 从一个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创伤确实是会 跟嗯 对不起 跟那个 健康的大脑的 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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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呃 motivation 刚才说过了 叫 嗯 嗯 motivation 动力 对 动力 快乐 和爱 这 大脑 关于这些情绪的一些 一些 嗯 一些不为 会受到影响 所以 所以他们 他们其实 就是会 他们 可能没有 可能那些 上影者 没有这些 毒品的帮助 他们感受不到 这些动力 或者是这些 快乐 或者爱 这些对于人的生存 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一些情绪 嗯 还有一个数据 就是表明 他们 呃 被 有创伤的孩子们的 大脑 其实是比 正常的 大脑 是小了 7% 到8% 对 所以还有 现在就讲到的 就是社会问题了 就是 就是社会问题 还是社会是 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那 其实很多 其实很多 上影者 他们 去涉入这些 物品的 他就是为了 想要 想要 cope coping mechanism 如果有人知道 中国是什么的话 非常感谢 可以把 嗯 放到那个 chat里面 就是说 他们 他们不 想要待在 他们 因为他们的 一些社会问题 或者是因为 经历的问题 他们不想要 待在自己的 大脑里面 他们不想要 他们不想要 待在当下 对应机制 OK 就是说 对 就是他们对于 对于创伤的 对应机制 他们就是 他们这样可以 让自己感受到 感到好一点 就像 Heroine Heroine 就是 被一名 应对 对 被 Heroine 被一名 呃 上映者 被 呃 describe 呃 被称为吧 就是 a loving soft hug 就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拥抱 对于他 但是说 就是这种感觉 Heroine 对于他 嗯 而且 而且 而且可能在一些 一些社会环境 他们在他们的人生 已经非常的 不能让他们感受到 这些正面的情绪 他们会 呃 吸毒会让 或者是 或者是 采出一些 其他的 呃 上瘾 可以上瘾的物品 可以让他们感觉到 激情 可以感觉到 生命有一些意义 可以 他们可以在跟 在跟同样的 吸毒者里面 感觉到一些 community 一些社团 一些 一些人和人的交流 一些 就是对于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对于我们这些 social animal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刚刚说了 那么多 是如何 如何 如何 嗯 如何如何经历啊 或者是情况啊 会对于我们上瘾 有一些影响的话 那其实我们也要 就是 就算知道那些 我们也要知道 不是所有的上瘾者 都有很困难的生活 也不是 所以 所有有很困难的生活的人 会变成一个上瘾者 但是我们同学也知道 就像不是所有的 嗯 从战场上回来的战士 都有PTSD 就是PTSD中文叫什么 不太清楚 但是就是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 有PTSD的人 都参加过战争 所以这个事情可能 就是 这件事情就是 留给大家想一想吧 关于这个 有多少联系 创 OK OK 有人放到的chat里面 就是那个东东 嗯 对 那么现在稍微讲一讲recovery 其实recovery 其实可以是一个非常case by case的事情 所以就是大概讲一下conventional的 就是 就是可能是比较官方的一些treatment 就是首先你会有medical intervention medical intervention是什么呢 就是 嗯 嗯 就是 就是 嗯 就是 呃 就比如说如果你是helloin的话 你会 你会 you withdraw 就是你会 你会有借后反应 那这个 那这时候medical intervention就进来了 就是就是 你首先需要把这些毒品从你身体里面排出来 就是医疗 这是第一步 然后还有一个叫12 steps 的一个东西 12 steps 是一个 很多就是政府的treatment program里面都有的一个东西 这个我也不用试 我也不想试说了 但是这个是一个比较 也是一个比较官方的一个program 那其他有可能更个人化的 更individual need的 跟一些东西 一些alternative是那个therapy therapy 就比如说有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interviewing mindfulness or meditation or psychoanalysis 嗯 反正就是一系列的不同的 呃 帮助的方法吧 嗯 但其实他们其实在 这些帮助他们的中心 其实都是有三个东西 一个叫empowerment empowerment 就跟motivation比较像 就是要有动力走下去connection 对于跟人 跟其他人的connection 跟社会的connection 然后还有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就是对于未来的 呃 对于对于未来的可能性吧 要看到 刚刚有人说话吗 ok cool 嗯 对就是这些 那我们现在稍微聊 现在来更更系统的聊一聊 这个社会或者是政府 对drug这些年来的一些 采取的一些措施 嗯 war on drugs 就是在美国开始的一个东西 而且从而蔓延到比较全球化的 从1970年开始 他们我们就是1970年开始 我们开始criminalize drugs 就是我们开始对他的对这个的对毒品的 嗯 的措施变成 呃 我们去惩罚他们 我们去把他们放到 放到监狱里面 然后 我们看一看 这个数据说 美国每年 呃 不是 美国 因为毒品而抓进 抓进监狱的人 比所有的Western European Nations 抓进监狱的人加起来都多 而且 在这些监狱里面 每年 都有 okay 这个 260,000 people 这个数据 每年都有这么多人 被抢劫 所以真的是比较伤心的一件事情 然后在从1971年开始 美国在这件 在punish 在惩罚 这些 在惩罚 他这些 addicts上面花了 惩罚上addicts 还有 对 还有dealers 还花了 one trillion dollars 我不确定这个数据中文是什么 反正是一个很大的数据 嗯 他们 在二零 二零 二千一一六年 我们看到 42,249 americans 还有这么多美国人 因为毒品过量 就是一个特别特定的毒品 叫那个opioid 也就是一个毒品的category 因为这些过量而死亡 比在车祸里面死亡的人 还要多 一兆一 我的天哪 对 就是这个数字 美国花了这么多钱 而什么都没有改变 哎呀 鸦片类 鸦片类 止痛药 对opioid 是那个东西 所以就是美国花了这么多钱 什么事情都没有改变 人还是每年都在死 每年都在被强暴 哎呀妈呀 然后 这个 而且这个war on drugs开始的是target blacks mexicans chinese and other minority 其实 美国为什么开始进这些药呢 那这就 其实都能 能说到 种族歧视上面来 因为特别是在 大麻上面 大麻刚开始的话 大麻 人们其实政府意识到了 大麻 没有大麻的上瘾性 其实不强 然后为什么大家还要把它禁掉呢 因为大家想 因为美国抓了那么多黑人进了监狱 这就是原因 黑人比白人 进监狱的可能性高达六倍 尽管他们 他们使用 这些毒品的 毒品的 rates 使用毒品的数量吧 应该说 嗯 对 都是都是差不多 他们使用的频率数量 都是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被抓人监狱里面 监狱里面的人有一个pattern 有一个 他们通常都是社会底层的人 那社会底层的包括什么 就是low income people of color etc Warren Joyce还有 他宣传了很多 虚假或者夸大的 关于毒品的信息 比如说 在可能现在很难想象 但在1970年时代 大麻会说会让你产生精神分裂 还有会让你 会让你谋杀 会让你有那个谋杀的 谋杀你身边人的行为 那当然现在我们知道 这都是 这都是不对的事实 但是当时大家相信了他 而且现在刚刚也说到 那个关于酒和烟的事情 酒和烟是杀伤力最大的两个毒品 也不能叫他毒品 就是物质 东西 烟的话 它是 烟是合法的 但是他现在是在 但社会对他的看法 还是在 还是在 还是并不是一个正面的看法 尽管他合法了 而且将酒在1933年合法的时候 关于当时在酒的贩卖中的 黑帮啊 或者是杀人 这个homicide杀人啊 和那些暴力啊 行为啊 都停止了 那这也是我们网上刚 现在要聊的 之后会聊到的 关于黑帮的这些问题 那其实war on drugs 其实说war on drugs 你不可以在 you can't wage a war on drugs 就是drugs 其实是 它不是 它是一个物品 你不可以 你不可能在 对于物品发起战争 那感受到战争之前是什么 那就是上映着 那其实我想 说一点就是说 其实nobody deserve to be discriminated against based solely on the substance that they put in their body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们因为 那个人对 在他自己身体里面 摄入了一些 我们因为这个人 在他自己摄入的东西 而去discriminate他 而去对他抱 discriminate discriminate是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其实 对 其实 谢谢 其实 对我就是 就仅仅是因为 一个人 在他们自己身体里面 摄入了一个物品 而其实他们是 是怎么说呢 对 就是这件事情 是个不应该发生的一件事情 现在就像下 当他的社会经常 我们我们对于 就是他的这些毒品的偏见 和歧视 只会 不使 这些 促使这些上映者 继续 或者是更强烈的上映 因为 因为 就是 你不可能给一个人压力 然后 给一个人压力 不是一个让人停止的一个方法 你给他压力 他只会更加的 更加的 victim blaming 只会 只会 只会让他更加的 去享受这个行为 享受这个 让他 让他有pleasure 有reward的这种感觉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当你有criminal record之后 当你 当你被抓进牢之后 你这一辈子 都 都 不可能有工作了 那就是说 他们没有第二个机会 他们没有一个 可以改过的机会 就当他们可能戒掉了 他们的 戒掉了他们 依赖的一些物品 他们没有一个 他们没有机会 再去重新 就是 融入社会 再去 而这个只会让他们 更加依赖他们的 毒品 那说到这边 说到这边 我想 我想提到一个国家 Portugal Portugal是 葡萄牙 是吗 OK 对 葡萄牙 他们 他们decriminalize all drugs 那怎么说 他们就是说 他们 你在葡萄牙 你其实是 你从大麻到 海洛因到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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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犯法的 但这个跟 legalization 不一样 他们 虽然 这个不犯法 在葡萄牙 如果你 试着用这种 这种物品的话 在一个 在一个 在一个数量 以内的话 就 就像跟你 开车 就是超速 受到一个 比 其实比那个还好 比safe injection site 还好 他们有那个 support program 因为他们 已经不犯法了 所以他们有 support program 他们的program 可以帮助 这些addicts 去重新 重新融入社会 他你如果被 就是 就是 你如果被 还是回到 刚才那个 你 使用 光是使用的话 只是使用而已 那个 dealing 就是贩卖 还是犯法的 所以在那 还有一个 现在还有一个 那个非法的 一个market 还是存在的 所以这也还是有一部分问题的 但是不是完美的 但是 但是他 就是一个 一个人 如果是他要过量了 他们 他们就overdose了 他们可以 照警察寻求帮助 他们 警察可以帮助他们 而且还有 葡萄牙有个program 他们可以帮助 这些上瘾者 重新跟社会 搭起一件桥梁 他们可以帮他们 找工作 他们可以说 如果你 你 那个 你雇用了 这个上瘾者 我们政府会 会付给 这个雇用者 他雇用的 这个人 一半的 一半的 那个 薪水 所以是他们 在引导 这些 这些 那个 这些上瘾者 重新回到社会 引导他们 有一个早上 可以起床来 出了毒品的 一个原因 对 这就是葡萄牙 现在在做了 这件事情 葡萄牙也看到了 很大的 那个 很 对 second chance 他们就是给了这些 addicts a second chance 他 在这件事情 我们不会知道 其实这个事情 就是很成功的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葡萄牙 已经不想回去 现在在葡萄牙 没有人想回去 到他们之前 这个去 去惩罚 上瘾者 去 去 去把他们 就是关进监狱的 这个体系 没有人想回去 所以他们是一个 很成功的一个program 是 就是 overdose rate 就是过量摄入 而死亡的 死亡的 好像是 应该是降低了 80% 所以这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 然后我们要 重新回来说一说 关于 被 扔进监狱的那些人的 他们的体验 对 还节省了 他们把他们原来放入 去 像美国花了 那个一朝一 他们把那些钱 投入了 去帮助他们 回来 回到这个社会 成为一个社会 能为社会做贡献的 一些人的一个 他们把这些钱 投入了这个部分 对 然后我们现在 回来说一说 关于被扔进监狱里面 那些人的故事 其实大多数 被扔进监狱里面的人 他们是 他们是非暴力的 drug offenses 他们并不是因为 可能是杀了人 或者是因为 因为死大妈 或者是 干了什么事情 他们只是因为 死大妈 他们只是因为 拥有了这件 这件事情 而进了监狱 所以 但是呢 在监狱里面 他们遇到的是 humiliation emotional and physical abuse sometimes to death 所以这怎么 这个说的 就是说 他们遇到的是 humiliation 是 oh my god humiliation 是什么大家 对不起 对 羞辱或者是 还有 情绪上和 生理上的暴力 他们说到的是 这我们要开始 讲两个故事了 一个 这两个故事 稍微有一点 可能会让大家 听完了 不怎么 不怎么舒服 但是 首先我们一个 叫Marsha Powell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 他是因为 一个因为 因为 他 他 他有 两 joints two joints of marijuana 就是很少的一个量的大妈 而进的监狱 他是有 他是有心理疾病的 他当时在监狱 他没有受到任何的治疗 而他 他在 他在监狱的时候 被放到了一个在 沙漠 比如说笼子里面 应该是作为一个惩罚 那个笼子只应该被用为 只应该被用 只应该被使用两个小时 他在里面 都要至少有四个小时 他在监狱 他在沙漠上面 活活的被烧死了 然后这就是他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Arizona 这这里是这些 这些上瘾者 被逼迫穿上一件衣服 上面说的 我是一名上瘾者 而他在 他在 他在 大 他在 大众在嘲笑他们的同事 他们被 他们被 说是 他们在挖 他们被 就是指使去挖监狱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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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挖那个叫什么 graves 所以就是说 其实我们对 被抓进监狱的人 而且可能是被一些 其实很 因为一件 现在来说 特别是在 现在加拿大 legalized marijuana之后 legalized 就是合法 大麻合法之后 其实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而 他们对 这监狱 受到的是 非人的待遇 而这些事情 只能 更加的 去给他们创伤 给他们 而这些 这些事情 我们是说的 这些事情 并不能 帮助他们 去放弃 他的毒品 对 然后现在就说了 说了监狱和 现在 就这点 我觉得是要 画重点 还是说监狱和 support system 刚刚也说到 support system 其实很多 很多 商业者 他们没有一个 很好的support system 他们的 而且 在没有很好的 support system的基础上 他们通常是 社会底层的人物 而且他们可能会有 心理疾病 他们没有办法 去 有 therapy或者treatment 或者reconnect with society 或者跟 就是跟 社会同行 重新 迈入社会 在现在的体系 只会 只会 逼迫着他们 继续 生活 在 贫穷中 可能还有一些 疾病 他给他们 更多的压力 只会给他们 只会 导致更多的 更强的 更严重的 上瘾 性 对 addiction 然后我们现在来聊聊 drug dealers 就是贩卖 毒品的那些人 其实我们政府 在 在 criminalize 在 把 毒品非法之后 其实就是把他们 送到了 黑帮的手上 把这个 整个industry 送到了黑帮的手上 那当然 这就是除了那些 比较明显的 不好的地方来看 还有几点 可能大家没有想的 就是说 这些黑帮 这些 在街上 这些非法贩卖的人 他们不会管你 管你多大 就是可能说 我们是烟和酒 我们知道 我们的 就是青少年 是很难 是 很难去 去 有可能去得到 这些事情 研究的 但是在 在大马案里面 在 在非法贩卖 他们不管 孩子有多大 他们 而且特别是在孩子 青少年 还是在 大老 还是在发育 没有发育 完全的一个阶段下 他和 这些青少年 和成年人 有同样的 渠道 就是 access 可以得到这些 毒品 还有一个就是 关于过量的问题 因为在 因为如果你是在 非法得到 你并不知道 你得到的 你得到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毒品 它是多纯 它里面到底 有多少毒品 因为其实 因为其实在街上贩卖的 里面其实掺了 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是可能说 里面掺了水泥 或者是 就是漂白粉 这些 这些不应该 进入学业 或者大脑的东西 你不知道你有多少 就像这个东西 就像你喝酒一样的 你不知道你喝的酒 里面有8%的酒精 或者80%的酒精 所以这就导致了一个过量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很容易过量这个东西 还有过来就是回到黑帮 你回到黑帮 黑帮其实有一个这东西叫culture of terror 黑帮是怎么 是怎么控制这个市场的呢 从暴力 那黑帮怎么自己控制 他们黑帮有一个incentive 他们有incentive 就是incentive是什么 他们他们因为这个市场 这个这个市场绝对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市场 他们他们他们奖励几时 ok他们他们的暴力或者是 他们的暴力或者是他们的做的 就是那些杀人的行为 是被奖励的 他们被他们被这个市场奖励了 而且还有一点事情就是知道 你踏入这个世界之后 你没有办法出来 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合法的世界 警察不会保护你 你 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件 这个真的是一件 这个真的是一个比较 怎么说呢 一个比较barbaric的世界 是一个比较 barbaric 就是野蛮的 对野蛮的世界 然后我们现在回到青少年这个话题 其实很多青少年会跟这些黑帮 有联系是因为 他们可能有一些 他们的可能有家庭问题 可能有 社会 旁边的社交啊 什么的这些问题 这个黑帮可以给他们 一个sense of community 和stability 就是说他可以给他一个 那个 一个存在 一个belonging 就是可以给他们一个安稳的 虽然是野蛮暴力的 但是一个 相对来说 可能相对他们的家庭 或者他们的世界来说 是一个很安稳 可以 可以有安全感的一个地方 而 很多 其实很多 dealer 可能很多 dealer是 就是贩卖 就是非法贩卖的 其实是青少年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 他们可能是很多 是因为贫穷 而让他们 对 让他们 他们会抱团气呢 而且 而且其实黑帮的 其实 等级机制 是比较 归属感对的 黑帮的等级机制 可能 可以让这些 其实社会很混乱的 这些他们 他们的家庭 很混乱的人 可以让他们 感觉到一种安全感 很多dealer 其实是teenager 因为他们的 因为贫穷 可能会 贩卖毒品 可能是他们 摆脱贫穷 唯一的方法 同样 这个其实 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 但是Mexico 就是墨西哥 墨西哥的 Druckertal 就是黑帮 是非常 powerful的 是非常 这个墨西哥的黑帮 控制了警察 控制了政府 所以 我们会看到 他们 他们 有一个例子 是他们 雇用了 青少年 作为杀手 这个事情 听起来很像 这样像电视剧 但是这是真实 发生的事情 他们会雇用 很年轻的杀手 小到13岁 因为他们觉得 孩子 不明白死亡 不畏惧死亡 所以 他们会 他们会 而且 他们会给他们 这些孩子训练 就像军队的训练 所以 这就是现在 在发生的 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 他们都是 因为他们的环境 促使了 他们成为了 这些人 因为他们的环境 而让他们 没有其他的选择 对 现在更多 一些更多的数据 Murder rate 就是 谋杀率 在美国历史中 有两次 非常 非常明显的增加 第一次 是在 是在酒精犯法的时候 1923年到1933年 第二次 就是在大麻 刚刚犯 不是大麻 毒品 刚刚也包括大麻 毒品犯法的 那段时期 就是刚开始的 那段时期 1970年到1999年 还就是在当警察 去crack them 去 当警察 捉捕这些 非法贩卖者的时候 我们发现 很神奇的一个情况 那个区域的非法贩卖者 不会变少 他反而会增加 这是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 你去 你抓一个人 进监狱的时候 有 有 很多 有上百人 在这个人后面 想会要顶替这个人 而每一个人 都会比 前面一个人 更加暴力 更加血腥 更加野蛮 所以其实警察 就是像在 像在帮助这个社会 这个 这个比较 很野蛮的社会 去进行 一些 一些selection 到最后 其实 嗯 其实警察 其实 抓他们进监狱 就是从 我们刚从 数据和发生的现象来看 是没有帮助的 而且我们越 警察越加的严格 其实这些毒品 越加的 呃 强 就是说 就是他们 因为在当你只可以 只可以 smuggle 呃 只可以运一些 毒品进来的时候 你会想运 那些最强 上一性 最强的那些毒品 那假如说 有一个人是因为 就是 painkiller painkiller 就是 也属于Opia 就是刚才 好像说到的 鸦片 止痛药 就是假如说 你对止痛药上瘾 当当你上瘾了之后 你是不可能 从你的医生脑 得到更多的 那你 那你上瘾了 你只能去 街上去找 那街上 你找不到止痛药 你可能只是 对止痛药上瘾 但街上只有 Heroin Halloween 那你就 那那 你却会去 那你只能用Halloween 那你现在就是 Halloween上瘾之后 这件事情 同样的事情 在那个 在美国禁止 酒精的时候 也发生了 当当你买不到 你买不到 那个啤酒了 你只可能买到 Whiskey 或者更强的 一些酒精 所以 最后 说一说 刚才提到的 温哥华的 那个 safe injection sites 温哥华的 safe injection sites 其实你可以勉强的 能从这个图片看到 它其实 它长得跟一个 跟一个美容院 其实长得很像 它 它是一个非常 它其实是 它其实让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在其实变得非常的 对 它其实 它 它 它在这个地方 它会给你 干净的 干净的 就是针管 还有你可以在一个 护士的监护下 去 去摄入你的 所以你不会有过量 你如果一旦过量的话 护士可以及时 把你救回来 所以 当这些东西 被允许了之后 其实是一件 很无聊的事情 你去那边 你摄入 你出来 没了 然后呢 其实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 就是一些 支持 Legalization的人 他们的就是这个 当Legalization之后 我们从他 我们把他 从黑帮的手 把这个 这个 这个 这整个市场 从黑帮的手上 拿回来之后 这会是一件 很无聊的事情 你可能你到 你的医生那时候 你说我想要 一些这个东西 医生给你 然后你出去 那可能这就是 这就是 支持Legalization的人 他们的 论点了 回到温哥华 他们在 Safe Injection 之后 关于 毒品有关的死亡 降低了80% 在那个区域的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就是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是什么 是 就是 有人知道 欢迎 帮到Chat里面 就是 生命的 长度 增加了 10年 那这个 这个程度的增加 是 平均寿命 OK 平均寿命 增加了10年 那这个程度的增加 是非常罕见的 它大多数 只是在可能 一个战争结束的时候 那所以就是 我们也希望 我们再 接近 这个War on Drugs 的 这个 War on Drugs 的结束 对 然后 这就是所有 谢谢你们 有什么问题吗 Harm Reduction Yep that's exactly what this is 我想请问一下 不好意思听得见吗 听得见 听得见 是这样子 因为刚刚主要说的是毒品方面的问题 我还是要请问一下 能不能再稍微多谈两句关于赌博成瘾的问题去 赌博成瘾 那这个 那这个其实可能回到我们应该要回到刚才所说的 可能 那这个 首先这个东西很case by case 我刚才也说到 这个 如果是你是想说 说说你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的话 那我这个 我不能告诉你 因为我不了解你 然后 这个东西也不是我可以做决定的 所以 嗯 对 对不起啊 没关系 谢谢 其实我 我没成瘾 只是我觉得自己现在成瘾 在成瘾的路上 所以 先提前打个预防针 嗯 还有谁 想要问一些问题吗 非常感谢 我就是 特别想问一下 就是小孩这个 玩瘾的这个 有什么好的办法 玩瘾 这个 这个东西真的很case by case 但是 对 因为现在玩游戏啊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又因为COVID-19啊 造成 就是 我觉得那个 因为我刚才看你说那个addiction里面 现在 第一条就是那game addiction 就是 所以这个真的不知道怎么能给他 那个 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我感觉以后 像这种什么 毒瘾啊 或者什么 这些离我们华人 可能都稍微远一点啊 什么的 但是像这种 游戏的这个瘾啊 是以后就是随着这个科技的这个 这种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是这个方面的影 就是下一代 就是下一代 你看这现在的这个 下一代 再下一代的这个 基本上都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很可怕 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能够 那个也会改变他那个脑回路啊 神经回路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嗯 对 这个事情的话 嗯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 其实如果说 这个首先 要关于可能说治疗的 advice 其实我我没有资格去给你这样的 但是我稍微说一下 刚才也说到关于therapy 其实他们的中心思想 其实有三个 就是关于 这个不是关于那个 特定关于那个 internet的事情 gaming的事情 但是有中心思想有三个 就是empowerment connection and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而这一点 其实有一点是connection 我觉得可以是可以 划下划线的 因为他 因为怎么说 可能在也是当今的社会下 在这些科技啊 或者是 呃 或者是 包括现在社会阶层的情况下 我们跟我们的 真实 就是可能 可以叫他真实吗 就是我们跟周围的社会 可能会有 有disconnect 就是我们 没有 disconnect 嗯 就是 如果是我可能会推荐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还是我没有资格给你advice 但是 就是说 可以可以推荐 就是跟 呃 试图给 呃 在其他地方 可以给他一些connection 可能现在gaming的话 因为gaming 只有gaming这个东西 给他了 那个 给到了他 他需要 他他需要的 这个motivation 可以给到他 他需要的document 就是给他 他需要的动力和快感 那这个东西 其实可以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得到的 这个比如说 就是可能 就说要说到孩子的话 那可能就是说 这个可能只能从简单的下来 就是说多 这个可能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多跟孩子沟通 沟通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 gaming也可以是coping mechanism 因为他们可能在生活 其他的地方 得不到那些 他们需要的 那个dopamine的那个效果 那 要说到孩子的话 那可能就是说 有一个 theory 就是说 嗯 trauma 刚才也提到 trauma不是好的事情发生了 当他们 不是坏的事情发生了 当他们不该发生的时候 而是好的事情没有发生 当他们发生的时候 所以可能只是当今的社会 父母 对 我不是说指责父母 只是当今的社会 父母可能 因为他们也有很大的压力 他们生活中也有问题 所以他们可能有的时候 没有办法 这 给跟孩子建立一个比较强的 关系 我们可能会觉得 父母跟孩子就应该有关系 但其实 有的时候 也不是因为这些父母 不爱他们的孩子 就是 而是只是有的 有些时候 我可能有点跑题了 但是就是说 就是说 他们可能没有在 他们需要的 没有 在生活其他地方 没有他们需要的那种 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dopamine 那dopamine可能是快感 可以是 可以是 那个 reward 他们在生活其他地方 感觉不到那个东西 所以他们才会去 想要 在gaming的比较 让自己感觉好一点 可能是可以这么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 我说的有些地方 不对 欢迎来指责我 对 没有没有 就是 现在的关键 不是这个 关键是他一旦上瘾了呀 他对别的 他就没有兴趣了 就是你再怎么去给他 就是别的方面 或者什么的 他也觉得 我也兴趣不大 然后也或者不愿意去 或者不愿意去做什么的 因为就是像我也听了一些其他的讲座 或者什么的 我发现就是这个家里这种玩影 特别是这个COVID-19来的家里玩影的 这个孩子的这个 基本上每一次的亲子讲座 或者什么的 都有 真的是很多的人问这个问题 这已经是一个 不是说这个就是 我真的不是就跟父母爱不爱孩子 就是因为太爱孩子了 才会提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 而且对 就是 而且这是一个 我没想到 这是一个这么普遍的现象 不管是在这个 中国 加拿大 或者是美国 就是各个的家庭 都是 都面临着这么一个 一个问题 就是 当然可能有的还 称不上是影的一个 一个一个状态 那有的可能已经是 到了一个影的状态 他到了影之后 他就真的对什么 他都没兴趣 给他 你给他报别的兴趣吧 你拉他去做别的事 不去 特别是就是小一点的孩子 可能还好一点 你特别是孩子稍微再大一点 你叫他再去 哎呦 我给你 散个别的班吧 你 你虽然都在家里上 只能在家里弄 不不不不愿意 觉得那个 那个都是个负担 所以就是 就是 就这种 就特别难 难解决 比如说你说一个 烟影啊 或者什么这些 你还可以贴个那个东西 还可以干嘛 这个他是对别的 都失去兴趣了 他对别的 你想烟影 或者酒精 你可能就那一下 你犯一下 对吧 犯的时候 然后你拿了 喝了一下 也就好了 你也不可能 或者你也不会说 这个这个 一直在那儿 像现在我听说一些 就就几岁 什么九岁的小孩 每天打的通宵什么的 然后我就是 看这种都挺多的 然后脾气也变得 越来越暴躁 然后也也也 也就是 就各种的就出来了 就现在变成 这个是个趋势了 就这个addiction 我我我真的觉得 像对华人来说 其他的addiction 可能都还少一些 但是这个的话 也 但这种gaming的 不仅仅是华人 就是其他的也很多 我看那些 也也有这个问题 现在其实就是 新的一个趋势 就这方面的 这个addiction 这个怎么去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尤其他这个游戏的设计 他就是利用 他们说学游 就是设计游戏的人 就是研究过 专门研究过addiction的 他就是了 你就是把那个路上去的 对 现在covid也真的是 就是现在这个病毒 也真的是 也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 对 然后我也 这个东西 我也只能说 这个东西 也只能慢慢地引导了 这个 这也是一时半会儿 是改不掉的一个事情 而是特别是 孩子那么小 就会觉得是上瘾的话 那不是我 对我 我不想 我也不是说家长不好 但是说那可能是真的是 就是家庭没有给这个孩子一些事情 但这个 我家长肯定是爱孩子的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 就是光爱本身 就是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缺失 而且真的是家长现在也工作也忙 然后也有事情 可能只是没有注意到孩子的一些 可能 对 然后这个东西也只能说是慢慢地引导 他们去培养一些其他的兴趣啊 什么的 然后这个让他们觉得 因为他们现在 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一点 他们上瘾是因为他们觉得 那个东西能给他们一些 其他东西 给不了他们的东西 那可能 就是真的是沟通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可能家长觉得孩子需要什么 并不是孩子觉得他们自己需要什么 然后很多时候孩子也 他可能 没有意识到 他可能不是没有意识到 或者是主动的去想想想去用这个internet addiction 那个去achieve的去去去去感受到那种感觉 但是这就是在在发生的事情 对 就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觉得很担心的话 建议去找一个therapist或者是counselor之类的 他们可以给你可以给你更好的advice 好 谢谢 好 还有谁要问问题吗 不好意思 我这回可能是乱入 就是刚才那位女士 她问的关于孩子玩游戏上瘾的这个问题 因为她在说的时候 我其实我也在想我自己 就是因为我其实没有玩游戏上瘾 我在想为什么没有玩游戏上瘾 可能我不知道我下面这些话说的对不对 我想就说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看法 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办法 可以就是怎么说呢 避免孩子玩游戏上瘾 当然这可能是在上瘾之前了 为什么我没有玩游戏上瘾呢 因为我家里从小给我培养的一个态念 就是我父母耳濡目染 让我有这么一个生活习惯吧 什么呢 跟本身跟玩游戏没任何关系的一个习惯 就情节节约 这可能是我刚想来 这可能是导致我玩游戏不上瘾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从来不玩那些要付费的游戏 就是那些有可能设计来让人上瘾的游戏 为什么它设计来让人上瘾 因为你要付费 你要不断的花钱 那那种游戏我是从来不玩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从小养成一个习惯去情节级约 那如果父母就是能够让孩子有这样一种概念 就是不要乱花钱 不该花钱的地方就尽量的不要去花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孩子玩游戏上瘾 对 他底下说目前很多游戏是不付费的 但是怎么说 不付费的那些游戏 它设计出来可能就是让人觉得好玩 但是上瘾的概率相对来说就低一点 因为刚刚那位女士也说了 很多游戏它设计的时候 就是研究过那个上瘾的问题 它就是故意设计来让人上瘾的 那为什么我设计来让你上瘾 我设计来让你上瘾的目的 就是让你不停的玩 你不停的玩就要不停的为我花钱 那如果我本身是一个不花钱的游戏 我只要让你觉得好玩就可以了 还到不了上瘾的那个程度 我何必花这么一个额外的成本呢 那这是我从我的角度 我联系自身我想到的一点 不知道有没有一点点借鉴意义 我觉得这个回到了 可能跟毒品的上瘾性这个问题也很像 我觉得你在说 这些不付费的游戏 它们其实的上瘾性不强 但是呢可能实际上也有些其他的因素啊 就是像我们今天讲的那样 就是他们的环境啊 或者是或者是之前的经历之类的 对 就是如果真的是很担心的话 还真的是建议找一个counselor 或者是therapist 或者是那个psychologist之类的 因为可能就是可能自己 可能意识不到问题 这是一个比较 对 只有可能需要一个专业人士 来帮你找到问题在哪里 可能为什么会那个游戏 那么能让人让他上瘾 而且而不是其他的一些事情 对 非常赞同 Jennifer说的 像王瘾啊 或者是其他的各种瘾啊 其实陈瘾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一些issue 都是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聊的 然后欢迎大家移步我们的 中文网站和英文网站 去找咨询师 在最后要打一下宝告 好 非常感谢Jennifer今天的演讲 非常干货非常非常多 非常感谢 那在我们结束之前 还有其他人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今天讲座就到此为止 然后非常感谢Jennifer 抽出那么宝贵的周日的时间 来给我们做这个讲座 其实我还蛮想 我特别喜欢你今天讲的 那个harm reduction 就是you've spent a large amount of time to talk about harm reduction 然后我觉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以后我们可以多讲一点 opioid epidemic 还有mass incarceration 这方面的东西 因为我之前在纽约读书的时候 我们经常讲这方面的东西 但其实我有发现在华人群体中 不太讲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有相 就虽然这个问题并没有 在华人的这个群体中 那么visible 但它并不是一个 完全不存在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 就是看看以后 有没有机会 可以一起来再办一些讲座 来专门着重的mass incarceration 中文怎么翻译 我不知道大面积的逮捕 然后opioid epidemic上面 对鸦片叫什么 危机上面 这些东西我觉得 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社会问题 然后去rease awareness的一些东西 好谢谢Jennifer 然后谢谢今天来的大家 晚安 Have a good weekend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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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